其實在89公斤級 所有選手抓獲三次的視覺都已經結束了 那現在謝門威才剛剛要開把而已 那他第一把重量142公斤 就是要打破大會紀錄 沒問題 全部都舉起來 你幫我分析去從大會的紀錄 不過不成功嗎 那還有第三次 我感覺不錯喔 感覺不錯 謝門150公斤打破了全國紀錄 但是也要再建立在他的停舉的維持水準 也要維持住 沒錯 好 所以謝門最後是決定要舉155公斤喔 看能不能成功 有機會 有機會 155公斤成功 哇 自己也是非常的驚慌喔 89公斤級的全國紀錄 還有大會紀錄 以及青南的紀錄 都被謝門恩推進到155公斤 那同時177公斤呢 也可以打破170公斤的大會紀錄 那也沒有問題 好 當然謝門恩呢 當然在抓舉的部分已經是 舉起了155公斤 那現在設定192的話 如果再舉起來的話 總和就是347公斤 也可以突破自己的全國紀錄 穩住喔 穩住 穩住 192公斤呢 是成功的舉起來 8號成龍大學的陳柏仁學成 的全國紀錄呢 現在謝門恩抓舉155公斤 剛剛已經打破了 那總和347 剛剛已經打破了 現在則是瞄準平舉的全國紀錄 197公斤 看能不能成功舉起 沒有成功 蠻可惜的喔 198公斤